登登登登登登 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當然緊接著介紹了很多新的東西啦 這次來介紹這種老骨頭 不過呢先跟各位講一下 我這一款呢是作為一個 近年來在大陸對面啦 對岸那邊所拿正版模具下去做一個翻模的一個 KO商品 就是玩下去懶教也暖去的那種KO商品 當然啦如果你不怕你的懶教會爛掉的話 就盡量玩 不過要記得 不管怎麼樣啦KO 再怎麼樣的改模再怎麼樣的優秀 都不能拿來跟正版做相提並論 當然飲水師緣還是跟各位講一下 今天會介紹這個單純只是要 讓各位看看它的一個變形合體結構 那這款作為一個198485年時候的一個 Transformers G1 Generation1系列的一個照相機 三兄弟閃光快門跟反光鏡 當然三個東西給各位看 那合體之後呢就變成一台照相機 這個當然它也是在當年就做了一個 Diaculone Microman的一個 Micro Camera 當然它現在這個掛名到變形金剛的 盒子後面這邊 當然這是KO的盒子 盒子後面這邊一樣有一個像這樣的戰鬥數據條 這個點數你減下來就算寄過去 也是沒有批用的 因為這個活動已經截止了 而且這是盜版的 一寄過去馬上就會被人家發現 盒子非常的仿舊復古 就是 我是不知道當年的照相機有沒有這樣子的包裝 這個日版很接近日版的包裝 但是好像跟日版又有一點點的不同 當年美版好像不是這個 好像是 作為一個郵購限定的版本 它不是這樣子的盒裝 那當然它就做了嘛 一看就知道是HOME的 不過有比沒有好啦 那不說我們直接進入一個商品的內容物吧 今天我就不用剪接的 直接讓各位看內容物 得出來齁 那內容物裡面呢 它有一份像這樣子的一個說明書 那說明書方面呢 基本上這一份的紙紙跟整個印刷的版型 你可以拿來補你的G1的照相機 那裡面有一個它裡面內容物的租源 然後跟它怎麼樣的玩法 三個角色叫什麼名字 然後配什麼武器 然後跟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變形合體結構 然後跟那個感熱貼紙的一個使用 然後這是一個戰鬥數據條的一個把它變身之後 這就是盒子上面那個 你要拿一塊紅色的像那個牢蟲貼片的東西 然後就是貼在它的上面就會得到它的戰鬥數據 那內容物就像這樣子嘛 就一二三三個角色配上一堆武器 然後跟這個作為一個合體單體的時候都會用到的這種飛彈 一組裡面附三顆 不過這次我只拆了一顆起來玩 那東西就像這樣子 那沒有的時候我們直接把它拿出來給各位介紹齁 那玩具的內容物就像各位鏡頭上看到這個 這個由本體齁這款 偏光鏡 快門 跟閃光燈組合起來的齁 那武器就像這樣子 那每一個角色每一個角色自己的武器 那角色我們單體會做介紹順便介紹武器齁 那先從這一款偏光鏡開始齁 它的主角齁中間的老大齁 當然是不是老大其實也沒有特別的位階之分啊 只是因為它剛好夾在中間 那老G1的設計嘛 就各位鏡頭上看到這個樣子 那當然它跟舊版的Diacuron呢 差別在於它這個整個肩膀這裡的改模 當然這個是不是照原本的G1的東西下去做設計 我是不清楚啦 但是舊版的MicroMan呢 它這邊是整個金屬的硬插的 這個作為一個用塑膠接合的 這個反而比較好啦你可以插把 那這邊一樣有一個它作為一個感熱貼紙 在當年一個如何分辨正仿用的感熱貼紙 不過這個東西現在技術力已經被現在的科技克服 所以不能當作是一個正版的 正版跟盜版的一個依據了 這邊有看到有一個它這是照相機的一個名稱 然後呢角色像這樣子 眼睛這邊使用的是一個電鍍零件 整體就像這樣 後面這邊呢很搖卡撐的 它也幫它做了一個TAKARA JAPAN 93 83 事實上這個不是TAKARA正版的東西 當然它只是做的類似而已 那水口收的呢其實也就還不錯啦 這款大概有87%像 那收的地方呢這裡有一個插孔 這是可以使用它的一個武器的 這款偏光鏡的武器就是這一隻這麼大隻 你可以像這樣單獨的把武器插在手上 那像這樣拿武器 那這邊因為它武器太重了所以會推一推 左右手都可以拿 那當然你也可以像這樣子 這個偏光鏡 這一款 它的一個 這叫什麼鏡頭的什麼圈 光圈的地方你可以像這樣把它組合起來 那這樣放著之後呢 把這個武裝再裝起來 當然它沒有一個扣緊的那個 它只是可以像這樣把它裝起來 那就可以變成像這樣把武器跟這裡合起來 武器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然後身上很多細節都是用貼紙的 可動性呢就手可以像這樣子 前後 沒辦法三八十九頭前後 頭當然不能旋轉老G丸 腳這邊一個單軸關節可以前踢腿 後踢腿 然後膝蓋摺曲 就這樣子 其它完全就是 強C 那快門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款快門 為什麼叫快門 因為它在變形成相機的時候 它就作為一個相機的快門 頭上這個地方是有一個回饋裝置的 你可以按 會有那個卡卡卡卡的感覺 胸口前面有一個大大的一個狂派的Mark 然後一些小地方的細節點綴 整個胸口這裡是一個合金零件 然後這邊不小心撞到有點落差 整體是像這樣子 當然手臂的這個造型跟Diaculon的又完全不一樣 長得像這樣子 那搭配的武器就是這一把 有一個像一個油桶的東西的這一把 然後可以像這樣拿在手上 這樣 那可動性方面呢 頭呢它沒有辦法做左右的旋轉 大概就像這樣子 面向真的還蠻帥氣的 然後手臂這裡是可以STARBOX的股頭旋轉 兩隻手都一樣 橫向可以稍微這邊做一個橫向的一個像這樣子 拿槍的動作 不過呢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會 腳呢可以做到一個前踢腿大概這樣子的角度 後踢腿大概像這樣子 膝蓋一樣可以做一個折區 這樣 然後這裡跟這裡的零件呢 使用的是一個不同顏色的零件 那正版跟這種KO版的區別在於這邊 正版的這邊 我記得好像整個設計的質感是不太一樣的 沒記錯的話 這樣 然後後面一樣有一個大大的TAKARA JOPEN 小腳撐 OK 最後介紹這一款 快門反光鏡跟 這款閃光燈 閃光燈的整體呢就像這樣子 前面這個胸口使用的是一個金屬零件 然後塗上一個金屬漆 像這樣 臉就是這麼的帥氣 頭呢可以稍微有點左右 3815度旋轉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會 事實上不轉也可以變啦 手臂呢可以旋轉3815度 這邊可以向外開開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會 腳呢可以前踢腿 膝蓋可以 腳踢腿 膝蓋可以向這邊摺區 它沒辦法向另外一個方向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會 那正版的這邊呢 它使用的不是像這樣的一個螺絲 它使用的是一個塑膠軸 插進去的塑膠軸 不是像這樣的螺絲 這是跟正版的區別 武器呢附上的是這一支 你可以拿在手上這樣拿著 單手拿武器 也可以呢 這邊有看到一個快門的那個 不是快門那個 閃光燈的零件呢 這邊有一個握把 你可以把它握在手上 讓它像這樣子拿著 因為這款是KO的 所以它拿的時候可能感覺 比較吃力一點點 那這個閃光燈的前面有一個插孔 裡面有彈簧嘛 你可以把這個子彈像這樣插在這個 幹拼去 我輕力一下再給各位看 剛剛稍微有點技術性的問題 整個就爆開了 那這邊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像這樣把它塞在這個插孔裡面 按下去之後它會彈射出去 那彈射力道呢算是蠻強的 所以各位在使用上呢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那當然因為它是KO版的 所以它的彈射可能沒有像正版這麼好 那這個反光鏡呢 就像我剛剛說的 它可以當作是一個 這一款 不是閃光燈啦 閃光燈的手拿武器 讓它可以像這樣拿在手上 重兵器 這樣齁 當然 客人就騎不到 你要稍微調整一下角度 這樣 才能夠站得穩穩的 那當然呢 這三款 角色咧 在最終呢 它會合體成一支 就是各位 之前所知道的那個照相機 那變成照相機 因為它是一個G1的商品 所以它有些部分是在合體的時候 是用不到的 那當然不囉嗦 我們直接進入一個變形合體吧 首先 你要把這個武器的地方先給它取下來 都把它拿下來 這樣 然後呢 這個槍的地方也要把它拿下來 這個槍 這三支槍 在作為一個 合體的時候是都用不到的 放旁邊 會用到的就是這個 光圈 跟這個閃光燈 先放旁邊 那我們一支一支來變 首先來變這個 中間這個 作為一個本體的部分 首先 你要把左右這邊兩邊 像這裡給它收進來 然後這邊有兩個卡扣組合起來 就變成一個像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這邊會有兩個突出來的突點 這等下就會做成結合時候的會用到的零件 然後呢 在這邊你會看到兩個小小的突點 對到它的背後這邊有兩個小小的凹點 那就把腳像這樣子做一個折曲到這裡 這樣把它倒下去 像這樣子 這款偏光鏡的變形呢 就變形完成了 就大概像這樣子 接下來你就要把這個光圈呢 很隨性的給它組合下去 讓它變這樣子 先放旁邊 然後接下來快門的變形呢 更簡單 你只要把這兩個手 向前面這邊給它折下去 然後變這樣子 然後後面這邊看到有兩個凹點嘛 對不對 這邊把它向這裡折曲 膝蓋的地方給它折曲 然後這樣對好 就這麼簡單 變形就完成了 然後先放旁邊 然後這款閃光燈呢 的變形呢 也差不多 這邊先要把它拉起來一點點 向後面折曲 剛剛是往前嘛 這要變成往後 折曲變這樣子 整個反過來 這邊也是一樣 折曲 然後折曲之後呢 這邊這個角度就對到這裡 然後變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你就要把這個閃光燈的地方呢 給它組下去 組下去之前呢 先把它做一個旋轉 這是我個人的喜好啦 當然你可以不要轉 轉下去呢 這邊會有一個突出來的突 這個頭角這邊會突出來 剛好對應到這邊這個凹下去的地方 這個凹槽 把它倒下去 像這樣子 會看到它就會像這樣組合起來了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把三個角色拼起來 左右邊不要拼錯 這邊跟這邊有一個插槽跟插孔 我們把它做一個結合 組合起來 然後這邊呢把它旋轉 然後記得這個地方朝前就對了 左右邊把它組合起來 一樣把它稍微壓緊 捏一捏 整理一下 捏一捏 像這樣子 那經過了幾個比較簡單的變形合體之後呢 這款照相機的 這個 載具 照相機型態 就完成了 三個角色呢 合體起來呢 非常的漂亮 就像這樣子 一個非常長的這個鏡頭 然後閃光燈 一應俱全 然後在這個相機模式下呢 這個 快門的頭呢 就可以像這樣子按 它就變成一個相機的快門 然後前面這邊這一款偏光鏡呢 它這邊有一個 算是凸透鏡的部分 你從凸透鏡這邊看出去 看到這邊 它是可以有東西的 各位稍微看一下 這邊是有東西的 所以鏡頭這個影像 是可以投影到這個地方來的 可能你們從前面看不到 看不到它的一個效果 不過呢 它會從這邊這樣子 轉過來 裡面有一塊偏斜的玻璃 會把這個影像 倒影到這裡 也是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還蠻不錯的啦 那相機模式當然會有 那種機器人型態的裸露 不過沒辦法 畢竟是G1的商品 側面看就像這個樣子 正面看 就有很漂亮的 無懈可擊 比現在看到的CG的 還要漂亮 雖然是你看30 快30幾年前的老東西 還是這麼厲害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種 老G1的東西啦 雖然這隻是KO的 因為這隻的正版真的不好買 太貴了 太貴了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的 背倒板 不過伴隨著也是 懶趴會爛掉的風險 當然 給各位做參考啦 那這款商品呢 基本上 我是覺得好玩 當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自己去 淘寶或eBay上面找看看 當然如果你有正版情懷的話 你就買正版 如果跟我一樣 不怕懶膠爛掉的 你就買倒板 買這種 回家爽爽看就好了 OK 那今天這一款 G1的一個 照相機呢 就介紹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 就幫我點個讚 然後分享轉發 如果你不喜歡 不喜歡點個 這樣子就好了 對於這款東西 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跟意見 下面都可以幫我回覆 我如果覺得 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 我就會跟你做一個互動 如果覺得是會我也沒有意義的 當然我就不會理你 好不好 我影片一直都是這樣子 基本上 我會跟你互動 但是如果你講的是幹話 我當然我也會幹話回你 甚至我連理都不想理你 就是這樣子 OK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其他就不要熱力巴攝一大堆了 浪費你的時間 好嗎 這款G1的 照相機 就到這裡了 謝謝各位 到啦